根據石麥特爾原驗屍官辦公室表示 今個月較早前曾經有一具屍體 被衝上半月灣以南的海灘 死者身份經已確認 當局透過指紋確認死者為39歲的Kelvin Soye 他是三藩市Lough Beach附近的居民 已經失蹤了超過兩個星期 三藩市警方當時表示 死者生前最後一次露面是在5月28日 當時他在華埠正在前往半月灣Kelly Avenue 其後在6月11日下午4時41分左右 一名路人在半月灣以南的海灘案上 發現了這具屍體 石麥特爾原驗屍官辦公室 除職對遺體身份和死因展開調查 在星期二 三藩市市參事會主席佩斯金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哀悼事件 並且對死者家人表達深切的慰問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